赛总长赖明康上将,今天下午两点半钟,巡视了台北考试。 这项考试是大专业的军官俗选, 是能分别在台北、台东和高雄同时举行。 台北考试英道考人数是9563个人, 直到的人数是9868个人,却考95个人。 赛总长在台北考试的英语中考场,分别巡视了每一个教室。 第一项考的是军训,科总科目,项目考共同科目, 是一项项项目考一般科目,参加这样考试的已经有16000个人。 立北军官私选考试,台东考试是在省医中举行。 立北考试私选委员,顾执行中将,内政部医中市长远孝林, 今天上午曾经与台东考试主任委员, 川普汤沙匠陪同行事了考试。 他们对于市场气势良好,考试认真英考的精神,表示赞议。 这项考试分70个市场, 各大章院校的英语职业生有两千八百多人参加。 六十一年大章一倍低端南部考试是在省医高雄军军和省医高雄女中。 参加考试的南部大章院校运届毕业生一共有三千八百多人。 参加考试的科目,更具有经训、各种科目和共同科目。 明天将继续进入一班科目。 大章一关复选监视委员, 将在行事考场的时候, 对于良好的技术表示加持。